大家好 我是大贼小巴 有一些演员 有代表角色 有基本演技 但一碰到自己的演技死穴 就开始用力过猛 嘎到飞起 本期呢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都败在了哪儿 1.霍建华 爆发戏 霍建华也留下了很多经典角色 龟海一刀 徐长青 白子化 天涯四美不是吹的 虽然也不能说演技多好 但在偶像剧里完全没问题 有时候呢 一些细微的眼神戏都演得不错 罢特 可千万别让华哥去演爆发戏啊 因为他情绪一激动 场面就容易搞笑了 举一个典型例子 金玉良园里 男主听到他娘在生死边缘 对着大夫怒吼 什么感到话 我叫你快救 娘请都没有 原来帮你冷静点 我叫自己想我怎么冷静 我就 我就 看着满屏的兔磨星子 直接给对手演员来了一场口水沐浴 又尴尬又搞笑 霍建华一演这样的戏 就仿佛控制不住自己 祝梦其原理 跟杨幂决裂 我一定 现在说这些无意义的话有什么用啊你 如意传里骂自己的妃子是这样的 滚出去 皇上 就算皇后跟朕有什么 也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三道四 半分教养都没有 你跟着滚出去 跟女主决裂吵架爆发成这样 他亲眼看到林云成与你那般了 你还要朕怎么样 朕没有他的性命 留住你的后卫 已经算是给你连面了 皇上是给自己连面 还有里面一次次抱起对着妃子儿子爆发 嘴上开喷拳 还不忘用脚踹人 好好的一部功斗戏被他演成了打戏 只能说情绪很够 演技却不够 对表情和肢体的控制有待加强 所以显得嘎哩嘎气 打戏超好的烟霞娘 温柔坚定的新十四娘 被子进城禁锢一生的若曦 还有蓝葵红葵 外冷内热的人如意 这些高热度角色 让人不得不承认 刘诗诗是清冷和洒爽的 是真的能让观众入戏的 但有一类戏 刘诗诗基本一眼就翻车 那就是活泼戏 亲爱的自己里 对着男友活泼撒娇 一不小心就尬出了圈 当时就有人点评 这段就像看到了林允一样 其实啊 刘诗诗的活泼戏 基本都是大差不差的 这是《封装奇缘》里 前妻的郎少女新月 被一盘包子右拐时的活泼 来 先吃一个包子吧 这边 还有《步步惊心》里 刚进八王府的少女若曦 小兔子乖 跟着我有肉吃 有胡萝卜吃 若曦 八爷 你不里有兔子啊 兔子啊 到底哪有兔子啊 被你吓跑了 果然活泼 这两段戏啊 它基本都是通过 《己眉弄眼》和《妖骚放脑》 可以表现出灵动和俏皮 总有一种紧绷感 刘诗诗确实不适合演活泼戏 反而是一些仙气温柔的 俐落酷撒的狠说剧粉的仙 比如胡摇小红娘短短一个预告 就被她掀起到了 曾经啊 杨幂活泼灵动 光平拍着一双眼 就在古偶市场大杀四方啊 虽说杨幂的演技有局限 总是模式化演戏 但留下一些不错的角色 但为什么这些年杨幂一演戏 就有人害怕呢 关键就在于她的娇俏戏 人到中年气质成熟 还可以娇俏 别人问 问就是可怕 现代剧请参考 爱的二八定律 太晚了 祝你跟金总结婚二十周年快乐 白手不相礼 没有必要吧 哥哥 是不是跟小时代一模一样 这位大哥 你可能不认识我 我是龚明先生先来的助理 龚明先生正在开会 不方便接电话 您就通融通融让我进去吧 武装剧请参考胡珠夫人 三十家硬拗少女时的娇俏感 得是怎么看怎么干 知道了师傅 您不尝尝吗 拿走 有什么喜事 我原谅师傅了 你如今几岁了 其实仔细回想也能发现 在这两部剧出现以前 还没有很多人说杨幂演技差 至少是合格的国欧水平 甚至在《十里桃花》里 一人分饰两局 还被一部分网友夸过 可后面几个重磅少女炸弹一头放 杨幂的演技就暴露了个明明白白 只能说呀 演技短板里面还有更短板 要么藏住 要么修复啊 从老毛子的大荧幕上走下来的妮妮呀 演技也好 台词水平也好 别的不说 从《天圣长歌》里的凤之威 到《晨曦园》里的林墨和灵溪 枯西呀是真的又美又能打动人 而且从《金灵十三差》里的《玉墨》开始 大家就肯定了一个事实 妮妮是真的美呀 然而 成也是美 败也是美 妮妮演戏用力过猛的开关 便是需要她在剧里释放自己的魅力时 画面就会莫名油腻起来 《刘间岁月》里 一个简单跨上魔术的片段 一时间分不清是导演刻意 还是妮妮演得夸张 后来到了西出玉门 大家就有了答案 里面的叶刘西很美 很拽 但同时也很油 四孝飞跳的表演 就让人感觉她很装 跟男主对话 基本上都是随时随地起范 凹姿态 我中了她搬我的车 就这样 不搬老头了 你这不挺帅的吗 所以你之前 一定是进入到了海龙堆腹地 还有无论是卖瓜 还是在帐篷下喝茶 都感觉她在摆好姿势 等人拍时张大片 全都属于刻意散发出的魅力 有网友评价她的表演为男版杨阳 啊真的不至于 但是妮 再不及身刹车 就真的要跟杨阳组油霸CP了 古 李沁 活泼戏 李沁呢曾经也是被大夸过演技的 楚桥传李大婚戏 和黑化后的风梯戏 还有各个剧里的哭戏 都是一些经典名场面 还有早年的一些苦情戏 大家对她的印象都颇深 反而到了这几年 大家逐渐觉得 李沁的演技没有这么好了 为啥呢 败就败在大家发现了 李沁的演技死角 活泼戏 李沁一活泼 大家就糟不住啊 狼殿下李前妻扮演活泼少女跟人理论 一张嘴就连带着浑身都在用力 如此不言了事 算什么代理成主啊 请少城主领军上山一趟 为百姓一探狼怪虚实 明令禁止吃狼肉 猎狼群的行径 保护百姓安危 请军李演性格豪放的女土匪 跟着男主一拉扯 那熟悉的用力过猛感就出现了 我劝你 在我的地盘稍微收敛一点 你要是乖乖的 什么都好说 你要是敢耍横 你信不信我一脚 二房 你要是好好的从了我 乖乖的 什么都好说 但是你要是不从的话呢 还有人生之路里 踏实开朗的巧真 那就更了不得 一活泼 就嘴不用力的特点 被暴露了个明明白白 我就说嘛 只要是嘉玲哥解释 我指定能听明白 那你出去找事情做 我在家里种地 做坊 挣钱养娃 行 那怎么不行 马上落难了 我们应该帮他 其实看得出来 李沁演戏是认真努力的 又有着一定的戏曲功底 但演技短板太明显 还总是爱采着自己的死穴演戏 可不就尴尬了吗 周一为 启夫二戏 周一为这两年呢 也是产瓜不断 大家都忘了 他曾经也是被大家肯定过演技的 秀春刀里的 《家前居士》 《少林问道》里的《成文道》 《红色里的铁林》 还有《演技综艺》里 《异常常的实力TK》 都证明 周一为 不管演爆发戏 哭戏 都是很有实力的 但又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觉得 他演戏油了呢 咱戏办了吧 他每次的油点 都在于 人物马上就要起饭 也就是 装逼的时候 大唐狄公案例演敌人节 打破对狄公的固有印象 演了个吊耳朗当 不羁的敌人节 这样的人设 就很容易起饭 喝酒时这样 这样子 小姐问我这是什么 吵 这就是吵了 喝醉了 这样 哪有什么情感 无非是 心 被蒙蔽之后的感知 红薯 破案是这样 第一次烧掉的 是皇后最喜爱的梧桐树 第二次 皇后 嘉奖过的技班 第三次 天火烧掉的 是替他养残的农人 还有油田著名风景区之 铁手指 也是因为浑身上下都在说 主意 我要开撩了 其实啊 他跟小明哥的正洁 都是一样的 明明戏外 都是清爽的好演员 一旦起范 刻意展现人物魅力 油田就喷发了 总的来说 其实内娱这样的演员 还挺多的 大部分都不是六边形战士 有自己的演技死角 比如张娘娘的活泼戏 一看一个头皮发麻 阿妩 好 姐姐 嗯 你又在自己下棋了 多无趣啊 阿妩陪你 好啊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若阿妩赢了 得讨少次 行 刘涛开端和县委大院里 演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和宣传部长 冰眼奴嘴 一起范儿 死伤一片 一直被看好的吴蕾 最近呢 在暴雪时分里 上演深情戏 也被人发现了演技短板 但跟那些演啥都烂的演员们相比啊 这些短板还是可以修复的 去看他们 肯不肯改正咯 记得一键三连哦